当我们今天给别人看一个仪表版的时候 你应该要还是要把demography 就是基本的描述性统计放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先来修改一下这个部分 这是销售额 他写3.57个百万 你要是讲3.57个百万 就是对方可能要想一下 所以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会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来去做格式的修改 针对这一个内容 其实他现在用的是卡片 然后我们来去看卡片的格式设定 首先 卡片的格式设定 要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 1点选 这个你一定要先点到这个3.57个百万 就是点一下他 我要针对这一个3.57百万 来去做格式设定 1点他 2请点 视觉效果中的格式 视觉效果的格式 3.57个百万 我希望这个图说文字值 图说文字值 的字型设计 然后 字的色彩 我通常是不会变 他用什么颜色 就是用什么颜色 显示单位 我会改成 5 显示单位 我会改成 5 指 小数 位数 是 0 这个是图说文字里面的内容 那图说文字值先把它缩小 接下来麻烦请点选这个格式 格式一般 我会想把这个框线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框线在格式的一般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效果 效果里面有一个视觉效果框线打开 阴影也打开好了 好了 你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就是我们有设计好了 这个销售额的这个销售额的值 接下来呢 我利润 就不要重做了 请直接点第一个 就是如何将 第2个 卡片 的格式呢 是 是使用第1个卡片的预设 的格式设定 它叫做复制格式 所以麻烦请先点第1个 销售额卡片 然后常用 第2个动作请点常用 第3 复制格式 你现在油标变成一个要底刷 然后请点它 然后 这个 我也希望是 比照它 所以 复制格式 卡片 复制格式点选 这个第3个卡片 教授利润率哦 不可以都用这个复制 因为它把值改成整数了 所以记得要把它改回来 好 接下来 这一个销售利润率也是这一张仪表板的重点 所以 所以麻烦请你先点选这一个图示 就是将这一个问题呢 直接 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它变成标准的 视觉化效果 它这边是不是出现了 0.12 0.12 可是 这个0.12 如果你是套用这一个复制格式的话 它这边会变成0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做 只是你要把这个0改成0.12 而且还要把它变成是百分比 这样别人才会看得懂 所以 第一 请点选 这两个随便一个 我们还是来去做 这一个的 复制格式 然后请点选 常用底下的复制格式 复制给它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会希望这个0 这个0 它用的是这个销售利润率 对不对 所以 你可以直接点一下这个销售利润率 这一个 这个值 目前所使用的是销售利润率 好 所以 先点它 然后 麻烦先改成百分比 就是 这个函数的计算结果 我们要呈现的方式 格式是 格式是 百分比 就是 你必须要额外做这一件事 就是 这家公司的销售利润率 它就是 12% 是 这一件事 是 感谢观看